交通工程业表现较好 产值同比增长了10.3% 海市与岸外工程业也取得近20%的扩张 金融管理局宣布维持新元现有升值步伐 以继续抑制输入型通胀和本地的成本压力 确保中期物价稳定 这是金管局连续第五次维持货币政策不变 金管局发表季度货币政策声明 维持新元名义有效规律的可波动范围和中间轴步 决年核心通胀则预计为2.5%到3.5% Sanola是一名的键出发者在阿西亚 但我们必须考虑仍然有危险 在未来的第二次维持货币 地域技能 国大早前发现学费成本是许多有意进修的国民 所面对的最大阻力 因此院方希望学费折扣能鼓励更多人 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提升个人技能 教育部长陈振生出席第二届终身学习节 参与对话会时 强调学术界在推动终身学习的议程中 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本届终身学习节的重点 围绕人工智能的机遇与挑战 国大也透露计划 或在明年再开发四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硕士课程 为确保本地小贩行业能够传承下去 国家环境局推出了培育新手小贩摊计划和小贩培训计划 环境局表示 截至上个月底 已经有41人通过这两项计划成为小贩 当局提供了86个培育新手小贩摊位 来看记者洪宝林的报道 28岁的陈思惠喜欢通费 在加入培育新手小贩摊计划后 他去年5月开档营业 不到1000元的月租对他帮助很大 或许15个月建立了稳定的顾客群 计划结束后 他将靠自己继续打拼 环境局2018年推出培育新手小贩摊计划 让参与者以较低租金营业15个月 51岁的林凤莲去年1月加入小贩培训计划 他说能向有经验的小贩学习 让他获益良多 他之后也参与培育新手小贩摊计划 今年2月开档营业 我有尝试过在外面open tender 尝试过要tender for store 可是有点拿不到 因为我的tender的金额都蛮低的 所以有过了这个计划 然后也有人家帮助我 所以我觉得成功机会比较大 在2020年推出的小贩培训计划下 除了课堂培训和导师指导 参与者也能够成为资深小贩的学徒 以掌握经营小贩生意的所需技能 从去年12月起 他们也可以选择将学徒期 延长多4个星期 新权媒新闻记者 红宝铃报道 在节新闻还要报道 剧行国民美食和60年代的路边摊 将在国庆庆典上亮相 为观众带来一场世界饗宴 首个部在体育场举行开幕式的 巴黎奥运即将登场 稍后了解现场严厉保安 对巴黎的影响 天气预报 是由三零点击问您呈现 荷拉说要帮我办告别单身派对 娇醒的闺蜜 要是他知道我们做的事怎么办 背后的插头 山河格汗 不是吗 全都是因为那天的意外 因为荷拉登顺利对我做的事 对 sign it now to catch paris 2024 for free go to mewatch.sg slash paris 2024 for more details 欢迎回来 今年的国庆庆典上 公众将能看到巨型的国民美食道具 和60年代的路边摊 主办方也会透过多媒体 多元种族和文化 包括了华人的鱼员面 阿莱人的纳斯罗马 还有印度人的多岁 希望让新加坡人意识到 我们的美食也能够象征 我们新加坡的身份 多媒体团队则会把一些 独具特色的景物照片 经过加工处理后 投影在LED荧幕上 让现场观众仿佛身临其境 现场观众手上佩戴的LED碗袋 也会亮起不同颜色的灯 进一步带动气氛 国防部在军人日晚宴上 表彰国务资政李显龙 过去20年 对我国和武装部队的发展 所做出的贡献 国防部长王永宏一声表示 希望未来有更多位总理 出自武装部队 武装部队向给李资政 颁赠一个炮弹壳 那个别具意义的纪念品 来自1984年 李资政以炮兵军官的身份 发射的最后一把炮弹 在那之后 他开始在国防部任职 李资政在致辞时 也感谢我国军人的贡献 王永宏部长代表武装部队和国防部 向李资政致敬 他表示李资政让武装部队变得更强大 在服务和保护新加坡方面 没有人是比他更好的态度 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会 接下来四年将捐献七百万元 资助会结一年长者和来自 应收入家庭海同的项目 为弱势家庭提供帮助 这是基金会2018年以来 投入的最大一笔款项 每年估计会有两万名 来自低收入家庭的海同受贵 基金会未来三年 也将为员工提供五万个 志愿服务机会 县政部宣布 正式援引防止外来干预 对应措施法令相关条文 把全国职工总会 列为具政治影响力的机构 执总表示 毫无意义地接受有关安排 并了解到 这是为了防止外国干扰的 先发制措施 执总下来 必须每年向外国关系 与政治信息披露注册处 申报所获取的一万元 或以上的政治捐款 以及跟外国机构的关系 两年一度的新加坡花园节 下个月登场 活动的准备工作 目前正如火如荼的展开 准备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客 其中匈亚利 波兰和爱沙尼亚的团队 今年将首次参与盛会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 国家公园局也将确保 职务在展览后 能继续生存下来 我们的一些大树 就是过了这个整个花园节之后 就把它transplant 把它移植到植物园或者公园 然后从那边的观众 还可以继续再观赏 这些漂亮的植物 花园节将从8月3号到11号 在新达城国际会议 与展览中心举行 巴黎奥运开幕式 本地时间明天凌晨1点30分开始 而第三次承办夏季奥运的巴黎 这次标新立异 开幕式不在体育场举行 而是移师到穿过巴黎中心的赛纳河上 把整个开幕式延伸到6公里的赛纳河 对保安工作来说 也无疑是一大挑战 我们现在就和特派巴黎的记者蔡可涵来连线 了解那点情况 何涵 是的 主播 现在是巴黎时间下午4点半 奥运会开幕式进入倒计时 主办方目前正在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 加强保安部署 几个小时前 我其实还能站在赛纳河畔 不过现在却被要求退到场外 还有三个小时就开幕了 警员说不确定几点 才能够让媒体进入 刚刚我们在街口也能够看到 已经有不少民众正在等候入场 也有一些居民 就是被允许通行的居民 纷纷上前来拍照 他们就告诉我说 挂上奥运五环标志的铁塔 和之前天天见到的那个铁塔很不同 而现在这样子的场景 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的新鲜 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主持开幕仪式和点燃圣火的仪式 除了破天荒在场外举行开幕式 巴黎奥运会也有很多个第一次 比如十胜最远的比赛场地 还有紫色的田径赛道等等 接下来三个星期我会继续留在巴黎 为大家带来更多奥运相关的报道 把时间交回给主播 好的我们谢谢可汗在巴黎为我们所做的现场原线报道 也期待他接下来的三个星期的精彩采访表演 而巴黎奥运是史上首个在体育场外 举行开幕式的夏季奥运 现场的保安也因此格外的严密 是的巴黎市中心由四万五千名警察和宪兵 一万名士兵和大约两万多名私人保安员 包围的密不透风 对巴黎市民造成一定的不便 奥运盛大开幕式即将登场 近七千名运动员将沿着塞纳河行情六公里 沿岸竖起四万多道金属运来 严密的保安措施 也将许多道法改革 距离减典杖外 原以为赛事会带来生意 其料事与认为 市中心这家商店的生意 从六月开始就大受影响 同比下跌了三成 赛事也推高这期间 飞往巴黎的机票和住宿价格 有可抱怨 在巴黎市民造成员 在巴黎市民造成员 一万六千公里的法蜀波利西亚大溪地群造 冲浪项目星期六将在提亚湖浦海滩登场 全球最优秀的冲浪选手 到时将在大溪地一绝高低 感谢您收看晚节新闻 祝你晚安 待会 待会 你也可以上 欢迎收看近期的台湾 我是妮婷 带您来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今天的节目将带您到台南 吃晚宫大的鸭腿饭 口感软嫩下饭半小时就卖光 以及屏东高树乡的大陆观 油板 桥米粉等小菜 是老板坚持的柴烧好味道 台北万华街铜板加早餐 多达二三十种的菜色 是在地特色的树米美食 还有台北延三夜市人气小吃 无论是晴天雨天 还没有开店就排队 台南有一家超行的排队名店 经常还没有营业店家齐楼 夏日已经排起了长长队伍 客人日益的一个小时 就是为了这碗铺满整个碗工的 限量鸭腿饭 鸭腿肉刻意切出0.2到0.3公分 口感咸香软嫩 相当下饭 经常不到半小时就销售一口 年光六时的老板凤姐 卖鸭肉饭十多年 曾经遭逢婚变的她 独自撑过人生最艰难的时刻 她是如何走出伤痛的呢 带您来看她的故事 2 4 3 6 每一个陪伴 好 谢谢 拜拜 她们的人潮真的非常的多 所以都要提早来台队 不然都买不到 从基隆 基隆来 对 还多久了 然后我们 10点多就来吧 10点多就来吧 对啊 10点多才 因为我们10点多就来吧 对啊 客人不惜远从基隆 沙到台南 都要吃的人气鸭肉饭 常常店还没有开 台队人潮一路从店外骑楼 排排排 排到大马路上 为了是这一碗 比皮质破表的爆量鸭腿饭 一整支的就是鸭腿 然后整个摆在上面 很超级 很快就销售一通 对 大概是 我们刚才得很幸运点 到最后一两支吧 每天限量的秒杀鸭腿饭 客人排队排到店里餐台前 摇滚区的客人 每双眼睛都直勾勾 递着凤姐和店员包便当 眼神压力实在令人无法松懈 有 一定会有压力 那怎么办 因为还没准备啊 有的九点多来 我说你们太早了 我们十一点才有营业啊 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说 你可以先去回休息一下 想吃凤姐的鸭腿饭 一定点耐得住杏子排队 因为每只鸭只有两条腿 每天最多只卖二十只鸭肉 所以很快就销售一空 凤姐的鸭肉饭 能吸引涛客排队抢购 秘诀就在她使用 这一锅入白色鸭汤 烹煮鸭肉 都是用鸭汤而已 纯粹鸭汤 就是鸭肉 清的鸭肉下去煮的 煮完之后 那汤再浓厚 喝起来 鸭肉汤才会甜蜜 鸭肉在牛奶色的高汤焖煮 煮到散发淡淡的鲜肉香味 经过冷却 颜色变得深沉有黄 鸭腿要好吃 片肉的厚薄度 更是美味的决胜关键 你腿的运动量是最大的 它的吃起来比较Q 所以就会把它切成大概 0.2 0.3公分 阿丛片鸭肉手起刀落 每一片厚度都拿捏得恰恰好 完美的黄金比例 看得出刀工相当精细 以前她是餐厅主厨 自然对食材美味相当刁 一碗爆红的鸭腿饭 淋上鸭油卤汁 迷人的肉香滋味 不停偷人食欲 每天限量的秒杀鸭腿饭 去骨的鸭腿肉铺满整个大碗弓 几乎看不见白饭 光看就知道凤姐用料相当实在 每片肉切出0.2到0.3公分 鸭肉油油亮亮的 单看就令人食指大动 吃来皮Q软嫩 有淡淡的鸭油香味 虽说是薄片 但嚼起来不会没有口感 不老不柴相当下饭 它的鸭肉就是有一点甜度 然后有蛮弹牙的 然后再搭配它的鸭皮 有一点就是油脂的湿润 所以一进去的时候 是口香是蛮舒服 然后搭配它底下的那个梅干菜 然后吃起来就是觉得很不腻 吃起来口感很好 然后很滑温 然后咸度也刚刚好 然后它每一块都切得 就是厚薄度都一样 所以它的口感很意思 它还蛮划算的 这样一个鸭嘴饭才一百块而已 然后没有那个菜 然后也有那个蛋 那个梅干菜很好吃 然后饭还有淋那个鸭油很香 客人来店里 还会点一碗现切的鸭肉饭 摆入笋丝 梅干菜和鸭肉丝 简单的味道 对别出名人的风味 来皮鸭肉口感Q嫩 有浓郁的肉香鲜味 香Q的米饭 软固着香浓的鸭肉丝 香甜的油脂沾黏舌尖 肉香鲜味完全庆过味蕾 吃来口口生香 客人还会搭配每天现熬的 当归鸭汤 浓重的药膳香味 一面醒来 喝了脑味也暖身 汤头的话我觉得很浓郁 不像可能外面 可能之前喝过的水水的 没有什么当归的味道 也没有什么鸭香味 可是这一个 这个我喝起来是非常浓 就是一口鸭肉饭 然后一口汤 就是觉得很舒服 很爽快的 2 4 4 1 2 4 6 6 天天品单大爆满的 秒杀鸭腿饭 一碗百来源就能吃得到 正在物价飞涨的年代 可说是相当实惠的 庶民美味 现在景气不好啊 想说 我大家吃午了 小时候因为很辛苦 知道赚钱 真的很不好赚 过日子也不好过 所以想说 多用一些给人家吃 让吃一碗 这样比较重要 年过60的凤姐 小时候住在桃园大园 家境贫苦 从小就在外打工负担家计 没想到50多岁经商失败 婚姻又触礁 是他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 跌入谱底吧 差一点爬不起来 后来想说 我爸失败了 他就像我狗的儿子 我想说 再苦我也要忍过来啊 那时透过朋友 辗转来到台南发展 只是生活困苦 家常生活分文 每当夜深人静 想起故乡的父母 心中还是很想回家 只不过经济上不允许 可以端一些钱 然后可以回去孝顺爸爸妈妈 可是我妈对不起 走了 走了 让我很难过 我想到她 我就会想要哭 因为我妈很疼我 她说我是老大 她知道我小时候很辛苦 她不希望我过得那么辛苦 结果我还是过得那么辛苦 给她看到我心里有难过 来不及见到母亲的最后一面 心中的哀痛 有好几年无法走出来 幸好在最艰困的时刻 遇到了一位好心的干爹 不仅不到她 白姐心里的伤痛 还和干爹一起进行小店 赚点维博的收入过日子 大姐她也是很认真的 为了要过生活 既要做事情 可是很按部就班啦 对每件事情她都很坚持啊 像是乳梅跟扣肉 凤姐特别挑选厚实的猪肉 每一块都厚切 炒的时候才不会松出来 没有口感 每一块都非常的厚实 她这样炒会很累吗 一点点但是品质很重要啊 为了要做才好吃 品质很重要啊 今天就这样自己手炒 对 香草要花多久啊 差不多二十几分钟要 厚实的猪五花 在锅中热炒出阵阵的肉香 光看就令人体正食欲 每干扣肉要先炒再卤 虽说一定要卤两大锅 成本高又耗实被攻 但冯姐依旧坚持好品质 要用几桶大锅 两天就一桶 两天一桶大锅 两天两天半快三天就没了 这样成本会不会很贵啊 贵啊 贵贵贵啊 还要给客人好吃啊 要给客人好吃啊 客人好吃的话 只要他一个扇品 我们就很开心啊 凤姐用心制作的 梅干扣肉饭 有一块控肉和半颗卤蛋 再配上笋丝和梅干菜 经过四小时慢炉的控肉 一层肥一层瘦 一入口相顶的油脂在嘴里融化 淡淡的梅干菜咸味 融进了香嫩的瘦肉 吃来味道相当合拍 闻起来是很香 然后吃起来的话 再搭配它的那个梅干扣肉 拌下去整个味道 密实在一起的话 是整个都非常好吃这样子 客人吃饭搭配的小菜 还有这盘油油亮亮 肉片切得整整齐齐的 白斩鸭肉 阿丛的极致刀工 画出一片片厚薄度一致的 香嫩鸭肉片 远远一看 还真像是一件艺术品 几乎是没有腥味 然后吃起来蛮甘甜的 然后就是 因为鸭肉会感觉比较柴嘛 可是它吃起来就不太柴 然后就很像平常我们吃腿肉的质感 像鸭肉 对对对对 对对很滑嫩 2467 来 你们两个吃饭 一碗鸭肉饭两个肉 好谢谢 谢谢你啊 凤姐现在卖鸭肉饭算是卖出了名气 很多客人都是大老远跑来品尝 成功的背后 有他努力打笔的精神 还有懂得知足感的心意 我也很感谢小弟啊 他很认真 他很认真去切那个腿 客人 不想担骨 他就是要担一起腿了 所以很抱歉 所以我就想说 这个鸭肉既然做到现在这样 人家一直长 我就不敢长 就是因为我想说 甘苦人很多 他们的家里面 我们就给他一些 给他吃 凤姐是辛苦过来的 所以很能体会甘苦人的心酸 一路走来能有这样的好成绩 最感谢的是陪他一起度过每个关口的朋友 还有养育他长大的爸爸妈妈 所以我很不舍得 既然我没办法在身边 孝顺他们两位老人家 我心里真的很难过 我最遗憾就是这个而已 对 所以人生的路真的很苦 但是也是要撑过来 或许人的一生 就如同凤姐说的 要经历过风雨的洗礼 才能看见斑斓的彩虹 人生很苦 有失败也有痛苦 但只要努力挺过 得到的总会是令人欣喜的滋味 有频道 悠哉悠哉 在九点 星期一 行男大主厨 味道好 选对背上才有得吃 这样吃的比较薄啊 星期二 和我去打卡 心情好 因为他比较有挑战性 所以比较小 当地人会来 但是有很多 网红或是YouTube 都一定会来这边拍照 待会带你们一起去看看 星期三 植物野区 吃多少 本命种植的食物 是个陌生的概念 你们都尝过了吗 星期四 生活达人 永不老 哇 好快 真的超快的 星期五 紧急的台湾 吃到饱 面线 好吃又贫 过年就没有腥味 就算很新鲜 星期一至五 晚上九点 单靠刷牙 是不能够解决口腔问题的哦 我告诉你 用这个Healthless的 护理漱口水 就能够 等一下 你先吃完了 这个炒火条之后呢 再让你用 Healthless的红茶或绿茶 来漱一漱口 真的有耶 它的就是 我们吃了食物之后 残留在我们牙齿上的 糖啊 油啊 蛋白质 等等的残留 是 单瓶装 现可在意下 指定商店购买 当吗 当 歌中的故事 从来不想独生 却又欲感怪我 有感动 不让这大雨 却都落下 若是就让你看不见 我怎么非常好听 而且听一点 就记下来了 有究心 的人 有的人 会听到你唱 这首歌 我感慨万千 有遗憾 我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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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决绝 他们的诠释 他们被赋误的声线 让每一首歌 都被注入了不同的灵魂 天赐的声音 星期天 晚上七点 有频道 你也可以在 Mewash 免费学习选看 Singapore's about to turn for you to enjo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午屏东高树乡的广福村 这个客家村落古名叫做大陆关 即便地处偏僻 但总有很多外地游客牵你飘飘来此寻找烟熏火燎的美味 画面上这位是老板也是温室工作者的温室盒 20年前从姑婆手中接下50年的老面店 坚持用大造烧材煮出客家古早味 因为柴火燃烧面积大受热均匀加上淡淡木头香 柴火燃烧主食是传统瓦斯炉取代不了的 温室盒筛面的动作慢中带着自信 把烫好的手工板条或是米苔木米粉 顺时带着手工拉面的桃碗中 是美味也是情感 除了主食好吃 这边的小菜有老板自己种的过方沙拉 黑白切喷香的大骨肉 咸嫩的粉肠 则是温室盒煮了五年才掌握出最好的口感 他们还在振着稍微就把它载回来 第一个是新鲜 然后它大概煮到什么程度 那个程度最重要 我走五年才感觉感受得出来 什么时候最好 上桌前淋上带点酸味的蒜蓉酱油 就是一盘古早味 拆烧主食吃的是古早情感 包围这份氛围的 只是靠着老面店屋顶上的屋瓦 它是百年校舍赶建拆下的 还有吃饭用的老桌老凳 连放小菜煮面的柜子都是人家老宅改建 被人送出的家具 这个是棕李盒他们以前家族开杂货店的那个 放香烟的柜子 快掉了丢出来 飞到来吃过小菜的柜子港 对啊 这些曾经有着精彩碎的物品 在老面店里头赋予了新的生命 就像温室盒也在写着他和大陆玩的故事 清晨南台湾的旭日越过北大武山 洒落在屏东高速大陆关这间老宅 不靠闹钟的温室盒 6点20分准时拉开铁门 戴着口罩清得一如余灰 是每日第一件例行公式 我们这个木灰啊 人家排队一样 今年比较多人在拆房子的木头 不然我们都是水果材比较多 像这是莲物 一百只 叠好小柴堆 点上火再澄清向神明点香助导 老宅烟囱炎鸟鸟 预告面店一天的开始 一切讲迟古法 食物红条的口味当然也得高标准 这锅高汤里头放的是新鲜大骨 但别人煮一次 温室盒却坚持煮三次 用滚水先泡三次 把血水泡掉 有多的水 那淋巴结才会释放出来 淋巴结会有味道 上车我们讲的让肉味 繁复的厨房备料得在八点前完成 这是为让乌龙的铃人或是小贩有温饱的地方 当然有啊 那个赚钱的我都有 好 谢谢 好 谢谢了 八点到十一点 快有屋外面就算很好 午前的生意往往用手指头就能算出 温室盒却也甘之如頤 毕竟物语很少的他身上没有手机 他很喜欢与人面对面交谈 这是他回乡二十多年后的改变 至少说几岁的时候就离开 当然二十岁 所以我的时候就开始离开乡下 工作到外面工作 那时候去扬美 住纺织工厂 对啊 其实非常不能够失业 不习惯都市从里水远的生活 他去环岛流浪了两年 体会各地风俗民情 如今他会在门口奉茶 也是因为流浪中的感动 休息的地方 我常常坐下来 那个阿上就问我说 你要不要喝茶 我倒一杯茶给你喝 他还有一句话 我常常听到 你可以这边一直坐 坐到你不想坐 你再走这样 所以我当初有机会盖这个房子 这个空间就是这样 流浪激发他的原乡情感 回到了大陆关 他曾靠槟榔风光也曾迷失 槟榔的生意做半年 修半年 槟榔很好赚 利润很高 你其他半年 他叫你去做工作 做不住 所以其他半年都在吃喝玩乐 所以我那时候 有一段时间变酒桶了 所以我常讲 我现在为什么没有喝酒 就是我当初 我这辈子的配极 在我那几年被我用完了 由于槟榔产业没落 加上卖面的姑婆移民无外 他结下了命店 一个原因是想成立文化工作室 另一个更是希望让老赵 够延续柴火 开面的第一天卖420块 很难哦 我做14个小时 做生意 全村的人都会知道 因为早上会 会拜拜 会放鞭炮 那全村都会 大家都会喘一下 都会知道 可是因为像是 真的没人住人 所以那天做420块 我妈妈很担心 我说不用担心 还好有人 还好有人 还有人吃面 前面六年 每天营业额不到一千 她跟着太太咬牙苦撑 我觉得台湾大部分的 女性都是这样 也不是说客家 就会这样 就三餐都宝啊 等一下孩子会长大 这样的话 又把孩子养大 这样 夫妻俩会这么努力 是因为这间小店的美味 记录着大陆观的文化历史 夫妻俩要去哪里 我们记录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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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来 小庄 有啦有啦 我们的爸爸带我们来的时候 我们去砍柴 然后用油车再下来 然后卖到这边 最先就先来这边吃 你们都客满了 结果看都不是我们本地的 都是外地来的 因为有的人也这样 如果点很多菜的话 我们就要在外面有得等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等啊 看到老客人如此捧场 温室可的职人精神 坚持写家之余 也要自己去种有机的蔬菜 所以我讲 对啊 我也很怕文字好不好 我刚刚讲的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是农人出生的啦 所以滚开菜就要自己种 这是采花在哪一部分要吃 是嫩芽 这时候前天刚长出来 这样 好 这样 哇 很多的 因为下雨天 太绝对了嘛 那个下雨天又热的时候 它就长更多 其实我很多东西是客人教我 我这么做 客人会反应怎么样 我就会心里就会紧张 我应该大概怎么去这里满意 因为我那时候用那个 比较大量的那个 县城的那个油虫鼠 自己炒的比较少量 你看那个很厉害的客人的嘴巴多厉害 他说那个不是客家的喝味道 如果他就骂我我觉得还好 他一直说我 我毁了客家这两个字的 对啊 让客家很丢 那从那天开始 我更努力自己炒那个 工头 在过妈菜园中 温世和总有说不完的 柴烧故事与梦想 回乡之后的他发觉 村子人口大量流失 他想要为家乡保留点什么 而大陆关的广福村 最有名的就是这三只石狮子 都有不同的传说与大水有关 而这第二只最为神奇 民国二十三年水灾了 全村流光 连庙都流走 全村流光一个人都没有损失 一个人都没有损失 你看当下还出生一个小孩 他的名字就叫中洪水 温世和说的活灵活现 这些都是他的田野调查 但他万万没想到 他做的这些历史史料搜集 会让老面殿成了大陆关文化 延续名脉的所在 有一天中午 三张桌子都是各大学的老师 他们发现一个人身上有很多东西 从来没有 没有共够过 没有跟外面交流过 所以那段时间 很多学术的人在找我 就是他们就 我就讲故事这样 我听哪里听的故事 哪里听的故事 其实我从他们身上得到更多 所以我才发现说 东西要快点丢出去 才会有更多东西建台 这样 通过学术交流 越来越多的外地人知道 大陆关有着这么一间 兼职古早味的小店 早年的三张小桌子 已经融不下来自各地的客人 十年前才会搬到 现在这个地方 甚至有客人 飞于地球彼端 来到这里 法国一队夫妻 老夫妻 他来三次 他们第三次下车的时候 我看到他们 我都一直哭 我一直掉眼泪 我还哪里哭 我知道他们以后 不可能再来 我看到他们下车的状况 我知道他们以后 不可能有机会再来 很老了 法国来 在天的那一边 来三次 当然他们有机会来 是因为 有机会来台湾 是因为他 他儿子在长龙当祭司 所以他们比较有机会 到世界各地区 很多很多客人 会让你很感动 温室盒靠着大灶烧财 背腾他对于 家乡大陆关的文化热血 让老面店 淘湾里头的美食 都有着浓浓的文化敌遇 稍后带您去吃 万华在地人的台式早餐 多达二三十种的菜色 通通同板价十块钱 两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跟文宁去谈谈 我要告诉他一切 够了没有 那局发现 丈夫正在一谋对付他 我们有办法从他那里达到更多的情 在接任由聪贵的好友帮助下 我们会提供一些帮助奋力保护自己的事情 前例先不要转出去 我觉得我好像被骗了 爱与背叛的交织 我不会让文宁好 他能否征脱命运的作动 爱情不容易 星期六和星期天 晚上九点 有频道 你也可以在 mewatch 免费私心选看 更多爱情不容易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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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